那我们要乱乱和的状况 不要紧张 出发前仔细叮咛 带着六年级的学生骑脚踏车 他是台北市西山实验国小 新任代理老师吴小冬 其实他过去不是老师 甚至没有教师证 虽然在西山国小长达六年 担任的其实是家长会长工作 之前我小孩就是念这里 我也当过会长 然后那时候这个校长也是我临选来的 所以我对这个学校很有感情 变成六年级导师 真的是人生中的一场意外 因为全台教师荒 以台北市为例 直到八月三十号开学日之前 全市国中小代理老师缺额 仍然高达一百一十七位 而西山国小上学期缺的代理老师 就有四个人 再加上三名正职老师被戒掉 校方三度对外招聘 就是步步满缺额 开学前五天 吴小冬接到校长的电话请托 我那时候也很挣扎 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教学经验 然后他就只给我一句话说 你难道希望六年几家小孩 没有导师 本来有两个来报到的 然后他们去市里也找了房子 之后来他们也考到其他县市 那觉得台北的生活成本太高 所以他们也都放弃来报到 根据教育部规定 国中小招聘代理老师 第一次招考限制应聘者 必须有教师证 如果补不足缺额 第二次招考则放宽成 只需要修完教育学程即可 如果还是招不到人 条件再放宽 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来应征 同时征程名单 成主管机关被查就可以 找不到老师 甚至还要拜托前家长会长 也凸显今年的老师 人力缺口 真的是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曹宁宏惯为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